好了,那这个小时节目呢,我们就说到这里,下个小时回来呢,我们有几位的这个大学生呢,要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教育课题的争执所在,好了,我们一会儿回来 教育是国民的基本潜力,国民教育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机设 你好,我是民政党之下期教育剧主任王论元医生 你正在收听榴莲台,榴莲FM 好,榴莲当头自由高尚,我们现在又回来了,回到天马行空的节目现场 现场我们有四个人,有我加马,还有我阿龙,我是韦晨,还有我田静 好,那我们两位的大学生啊,现在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啊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呢,是这个教育课题的争执在哪里 我们主要是讲到的就是华文教育的这个部分呢 还是全民教育的这个部分,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田静 你怎么看这个课题 好,这个课题,我就可以讲一个东西吧 就,你们想象一下老鼠 有一只老鼠,OK 那你们想象中,那个老鼠是什么颜色呢 阿龙 可以说吗 你的老鼠会是什么颜色呢 嗯,是灰色吧 嗯,那我如果跟你讲,那个老鼠是白老鼠,白色的老鼠 那你们想象力就会变成什么 白色的老鼠 白色的老鼠 啊,白色的 比较少有 嗯,白色的比较可爱 哈哈哈哈,是吧 这个黑色的不可爱 我们,我们就是要,要这个,呃,什么,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不是打白老鼠,是打黑老鼠,对吧 哈哈哈哈 对,所以,所以做黑人就是让人家讨厌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 好,现在我让,我又跟你们说 这个老鼠,这只老鼠,它会讲三种不同的语言 嗯 嗯 然后另外一只老鼠只会讲 A的语言 嗯 那第二只老鼠会讲B的语言 第三只老鼠会讲C的语言 嗯 那他们到底还是不是 只,纯粹只是白老鼠呢 还是有分享着不同的那个历史的背景 嗯,回答 回答 哈哈哈哈 如果呢,我要做A的那一个老鼠 只要我能够在这个圈圈里面生活 我不想跨出去 那个也是他老鼠的谴责嘛 选择嘛,那个选择 如果今天我作为一个老鼠 我比较有理智,要我多写一个语言 多了解一个人 可能在我去到那一个B7的时候 我会跟他沟通 不妨也是一个好事嘛 还是你要言不哈地 只是在这个像加马所讲的烟虫下面 我不想跨出去 不想走出去 无所谓的嘛 我,我只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能够掌控 你有那个人类能够长得更加多的语言 那个是你的更加好的本事 因为你去到哪里都你不需要怕 你今天去A还是B还是C7 我都可以立足吧 我都可以跟人家沟通到 不,首先,首先 田静啊 我还是不十分理解 你的你的这个印象中 什么是ABC老鼠 是什么意思 我还不明白 就想就想就想请教你们意见 就是说你们认为 有拥有三种语言的老鼠比较强 还是拥有一种语言的老鼠比较强 那我简单的说 我觉得拥有三种语言比较强 但是也不全能玩 未必这么样 但是还有更细一点的说 就是三种语言 你的三种语言是什么程度 这也很重要 对吧 你一所指的三种语言是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程度分成ABCD 四个程度 就像我们这个SBM的ABCD一样 如果我三种语言都是A的话 那是最强不过的了 如果我三种语言都是D的话呢 我宁肯要一种语言比较强 这一种语言是A 剩下的三个两个语言都是D 我都觉得OK 在我看来是就从心理学上来讲了 就是有分成 additive language 还有secutative 就是我们买下的形象就是 就是半桶水 每一种语言都会一点 所以语言会多一点 其实不一定是有好处的 反正可能是你需要另外一种语言 可是限制了你另外一种语言的掌握 好像如果中国 他们只专注在中国 他们中文就比我们强很多 就是这种形象 但是你知道今天的中国人 都是拼命的学英文 拼命的学英文 就是小学 哪个小学有英国来的老师 或者是美国来的老师 这家长就是一万块钱 一个学习他都送过去 这是中国的 这是世界化的趋势 所以可是如果要两种语言都掌握到很好 那才是有帮助 两种掌握很好 可是如果是一个好一个不好 就像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华人 会中文很好可是英文不好 所以就打出两个的限制 不会到很好的程度 这是你的观察 你的观察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大部分 是中文 中文怎么样 有些如果很好的话 英语就不好 可是如果英语好 可是中文就 就中文就不好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现象 这是现象 那个田径 你的观察就是怎么样 这个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想讨论 第一个就是想讨论 如何在一个适当的环境之下 正确的去掌握这三种语言 我就引用这个 Sherio 他是现在是一个会计师 他的发表就 全程部的就照读了 对于马来西亚的教育系统 感觉混乱 他小学时 课本主要的语言是华语 到了中学 跟大学预备班的时候 他的课文的主要语言是国语为主 然后上了大学 却换成了英文 在转换语言的过程中 他需要时间 他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这个学习的 学习掌握新的语言 来读 同样的那个教科书 那个期段 他觉得这浪费了他很多 那个学习的 学习其他知识的宝贵 宝贵时间 所以他本身觉得 主要语言为 华语和英文就好 因为国语只可以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使用 相对的华语和英文的教学 会让学生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这就是他的感言 OK 我们就针对他的这个感言 咱们来讨论一下 好吧 OK 他是不是准备移民中国呢 他没有想移民中国是吗 没有 没有想移民中国 他还是觉得马来西亚比较好 对不对 对对 就是他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说中文的机会多 还是说这个马来文的机会多呢 中文 在马来西亚说中文的机会多 为什么呢 告诉我 因为他 他身边的应该是 同胞都是 华人为主吧 朋友 就他身边都是华人 对 对对 这个国家都是华人为主 没有 没有 你感觉到问题在哪里了吗 你感觉到了 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OK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 他前面所说的那个部分 就是 就是主流媒体帮我们洗过的脑 就是这么洗的 每个人都差不多 差得不远 差得不远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东西 但是问题是 他说 刚才他讲了 是小学是华语 对吧 中学呢 是马来语 到大学又是英语 对吧 这是很不合适 但是他有没有说过 怎么样才合适呢 你这位朋友有没有说 小学应该怎么学 中学应该怎么学 大学应该怎么学 才合适呢 他是觉得 小学应该用母语 就华语 别的就不用学了 如果他是华人的话 就用华语 是马来语 就用马来语 然后是 印度人就用印度语 要是这个孟加拉人 就用孟加拉语 要是缅甸人 就用缅甸语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这有很多 孟加拉的孩子在这边 缅甸的孩子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用 这是谁规定的 华人就必须要用华语 这是马来人就必须要用马来语 孟加拉人就必须 印尼人就要去学印尼语 这伊朗人就要用伊朗人来学 伊朗语来学习 这是谁规定的 那你广东人 为什么不用广东话来学 这福建人 为什么不用福建话来学 为什么 两位大学生 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先 其实你讲也是有道理 这是自我们独立 马来西亚取得独立 就是一个 又传统一个政策 就每个种族都用他们的主要的语言 所以虽然马来语 其实也是分很多 交啊之类很多 一些分子 可是主要还是用马来语 因为主要是我们华人也是用华语 而不是用广东话之类的 所以就是一个 你知道这个华语啊 是 华语是什么时候来到马来西亚的吗 就是我们 我们的祖辈 他们移民 你的祖辈是哪里人 广东 广东人 对 那广东人讲华语吗 你的祖辈移过来的时候 都讲华语吗 他们十二十九岁 我没有机会问他们 没有机会问他们 我帮你问一下 他们告诉我了 他说他们从来就是讲广东话的 就是他来到这边 他们也是讲广东话的 在广东省啊 一直到八十年代都讲广东话的 都不讲华语的 你知道吗 一九八零年代 都讲 哪一年生的 一九九零 一九九零年生的 他们一九九零年才刚刚开始要讲华语 说他的华语比你还笨 就是广东人的华语比你还要笨 知道吗 这个福建人的华语比阿龙还要笨 OK 但是加码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去华语呢 来统一个语文 就是一个桥梁 大家就是这种籍贯的人才能够 就是整个趋势 就是说谁比较强势 谁就可以拿来当上 你再重复一遍 你刚才说过的话 为什么要统一 就是有的沟通 如果今天我们三个都是 我是福建人 一个广东人 如果一个客家人 三个是同皮肤人坐在一起 没有同意了一个华文的语文 来做这个桥梁的沟通 我说我的米南话 一只鸡 一只鸭 一只鹅 三只在站在这个树里面的时候 怎么样去沟通 你用你同样的理论 来再把这个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给统一起来的话 你又怎么办 那我们我们不是有那个学学 学学国语的那个课程吗 就那时就可以 就就就像就像这个 他们把广东人 福建人统一上来 上华小一样 学华语一样 就把马来西亚人统一上来 学马来语啊 不一样 学国语啊 不一样在哪里 不一样在哪里 可以可以 田径讲 田径讲 母语是母语 那是必须的 那你的母语都是广东话 福建话 这才是你的母语啊 这个这个华语是从 北方中国北方的 清朝的官话 以前来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语言的 华语在马来西亚 叫做什么 叫做外来语 知道吗 外来语 那也是一个沟通的桥梁 对 有沟通的桥梁 我承认 是沟通桥梁 而且华语的 华语你不可以直说 它是华语 它里面的每个文字 都有一个精髓点在哪里 在那边 都有一个精神 那如果你不学的话 如果你不去用的话 我们会那个 把我们那个本身那个 华人的那个精髓 去流失掉了 所以我觉得 是要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就是现实角度 现实角度就是 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 就是没有的改变 就是一定要学马来文 然后还有一个是世界角度 我们是 也是 还有种族的那个身份 还有我们必须跟 因为是现实角度 我们必须跟外面的人 沟通 还有华语 现在逐渐 成长为一个很 强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 学华语也是一种 为了配合 世界的趋势 所以 就有一种话就讲 在生在讲 后人不由己 就 这是原因 我觉得是这样子 他至少点出一个看法 对啊 现实嘛 能他 这一点 他点到 看到了一种的局面 你不能够强制讲说 到底是谁 但是 OK 学华语没有错 对 学马来文也是没有错 我们也是这样讲 是 但是 按照刚才 他的那位朋友来讲的话 他是马来语 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对吗 刚才他 最后的决定是 只要学好 学好这个英文和中文就好了 对吧 马来文过得去就可以了 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马来文是一个沟通的桥梁 我们刚才所说的 华文不算是沟通的桥梁 对 也是沟通的桥梁 因为是沟通的桥梁 没有差别 那问题是在这里 就在国际化以内 就是国际化 我们上眼看那个 马来文也是很国际化的 我们上眼看 有多少人是用马来文来沟通 对 我给你讲 就用马来文来沟通的国家 至少随便来算 至少有五个国家 至少有五个国家 可以用马来文沟通 哪一个国家 马来西亚算一个吧 对吧 印尼算一个吧 对吧 文来算一个吧 文来算一个吧 新加坡算一个吧 新加坡可以用马来文 可以 可以用马来文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用马来文 可以用马来文 但不代表用马来文 他们人家是用英文 比较多 他的国歌都是马来文 他的国语都是马来文 对吧 然后你到了菲律宾南部 你用什么 泰南用什么 都马来文 我就说七六个国家了 你跟我讲 中文哪几个国家可以沟通 中文就台湾 台湾也 中国是一个国家 台湾中国是一个国家 你再说 香港 香港也是中国 就一个国家 你只说了一个国家 你再说 那其实很多老外都拼命学中文 那很多老外学马来文 你知道吗 你到印尼去看看 你到印尼亚加达街上走一圈 那老外全部是讲的印尼文 问题是现在很多大学 我们来谈大学 其实我们 大学 大学 现在大家都不是把孩子送去国外 送去国外 不是台湾 就是西方国家 台湾的没介于华语 西方国家没介于英文 试问有哪个是用马来语的 你知道马来西亚有多少人去印尼读书吗 你知道马来西亚有多少人去俄罗斯读书吗 你知道马来西亚有多少人去德国读书吗 那是他们用的教科书是什么 教科书在印尼读书用的是印尼文 马来西亚一大逼人 我跟你讲是将近将近是七千人在印尼读书 他们用的是印尼文 远远超过去台湾读书的人的数量 你知道吗 这人你不知道吧 是用印尼文 但是马来 印尼的马来文 也不能够完全跟我们马来西亚的马来文的 讲法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美国的英文跟英国的英文是不一样 对它有一个差异的 但是新加坡的英文跟这个英国的英文 你应该要这样讲 你要很坦坦的 很坦坦的这样讲 没有市场 不需要是有国家 从你看这个年轻人的思维 他有认为跟我的有一种相似的看法 人之外自私 因为我们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在我们的烟通里面长大的 我们我们所接受的资讯 都是我们的烟通给我们的资讯 所以我们的这个世界观的形成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烟通的口有多大 我们的这个脑筋就只有多大 而现在我们线上已经有一位朋友了 叫陈子雄 也是这个犹太就是这个拉曼大学的一位学生 子雄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子雄 我们在谈到这个教育 特别是谈到这个华文教育了 你有什么看法吗 什么看法 子雄在那个 喂子雄 对 你好 你好 你之前在写给我的时候 你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关于教育部所做的任何决定 我都没有好感 那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而是我自己本身就经历过 教育部从国语教书里 再到英语教书里 突然又说回到原点 比小孩闹 情绪还糟糕 马来西亚的整个政治机构 都很有问题 做决定的人都只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那就是子雄之前 他对我表白这个意见 子雄我想问你一下 子雄你觉得这个教育大蓝图 是怎么为了政治利益了 然后为了谁的政治利益 做出来的这个教育大蓝图 想听听你的意见 因为 纯粹是一个比较肤浅的看法 就是 就是我总觉得我们的教育部长 可能就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有作为 因为他上任的一段时间都 几乎都没有什么事情做 所以 就真的是为了做东西而做东西 因为之前的教育部长都是有这样的景象 就是 总是出一大堆政策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有做东西 就感觉上他们就是为了 为了这方面的政治利益 就是要捞到去 就是说要做点东西表现一下了 就没有做就没有表现了 这个就是比较 我跟我个人比较肤浅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教育部长 他要是不做东西 你觉得OK吗 就不做这个教育大蓝图 咱们没有教育大蓝图 你觉得OK吗 就不做好过乱做 对 是不是不做好过乱做 对 就是有一点感觉就是他就是乱来一通 就是乱来一通 OK 好 他 假定他就是乱来一通了 那 那 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他这么乱来一通 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 其实 我们就乱说一通好吧 我们就乱批一通好吧 乱批一通 嗯 还是还是怎么办 怎么办 嗯 你喝杯咖啡吧 哈哈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 就感觉上他们就是乱来一通 你平常 你平常看 看报纸吗 也 也看 以前比较多 看报纸是吧 对对 你看什么报纸 中文报 中文报什么报 中文报 我都是看 南洋或者是中国报 南洋和中国报 南洋和中国报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报就比较倾向 政治花边新闻吧 然后南洋都是商业新闻 然后 都比较像是那种 公文代表的新闻 什么新闻 就是那种类似 报导 而不是 写新闻 哦 什么撞车啦 被神工骗啦 就感觉上 比如说 南洋商 都比较倾向 那种 把那个 某位部长 讲的话 放了很大很大很大 之后 就是在报导新闻 OK 有没有 有没有 看看网络的新闻 网络新闻 之前就有看 看过一两次的时候 就没有看了 哦 你看哪一个网络的新闻 之前就有看 独立新闻在线 哦 独立新闻在线 就只看一两次罢了 是不是文章写的不太好 还是怎么 呃 因为好像是有一个 是要收费的 哦 是收费 对吧 哎 还有免费的呢 现在没有免费了 对对对 没有免费了 嗯 那你有没有尝试 看看英文的这个 新闻报导呢 英文的网站 呃 马来西亚的新 除了 其实马来西亚的 英文报导也不见得 怎么好 因为 呃 我们的两大 两大 两个英文报导 都是我们的政党 持有的 嗯 两大政党持有的 保证 嗯 都是在为他们的 那个组织卖命 嗯 对 那你有没有看看 马来文的这个 呃 报导呢 上网啊 或者是报纸啊 嗯 到时候有一次是呃 无意中 嗯 在乎 我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 是有办那个 呃 马来西亚的 嗯 报导来看 都 都蛮 啊 他们的世界观都比较 马来马来种子主义啊 都比较 嗯 一种感觉就是他们会 把华人长成是经济动物啊 然后 会无心中 暗示说 呃 华人是比较贪得 无厌一点的那个民族 嗯 嗯 嗯 那 你 你有没有去看一下 比如说 这个马来西亚基尼啊 那个马来 马来文章 那个 那个好像是不需要 不需要付费的 哦 哦 那个 嗯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 给你这样的网站 哦 我是有 知道的是因为 也比较少去接触 因为 啊 我做的是比较看 呃 也去看 路透社 路透社 哦 那是外国的 外国的网站 啊 都因为是国地新闻比较多 所以 嗯 所以你比较关注国际上的东西 比较少关注国内的东西 嗯 国内呢 其实我能说我都是通过费数 知道 因为 我知道是 报主 所指的 所寻的 或者是所报道的 都真的是非常表面 呃 呃 是很 看的都比较欧心一些 哈哈哈哈 那你又没有尝试说 啊 寻找一些 哪一些的新闻媒体的东西 会比较比较深入一点啊 比较这个呃 实际一点啊 客观一点的 呃 有一呃 都都不是国内的了 都都在国内想过的 就国内没有 是吧 呃 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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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过这个绿色苦行吗 呃 对 我有听说过 有听说过 有去吗 呃 我是没有去 没有去 嗯 不过 不过我是呃 因为 忙 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忙于课业啊 哦 不过呃 我我我身上是官单人 啊 你本身是官单人 对 哦 哦 所以那你知道这个呃 绿色苦行要带出的信息是什么 就是让人知道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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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西渡场的存在吧 然后 呃 其实呃 呃 我父母是 呃 我父母的感觉就是 他们就是吃饱没事做 然后就 带着一大半人走了几百公里的 呃 嗯 这个是中年人的讲法 然后我的讲法就是 其实他们就是要 宣扬说呃 呃 我们不能就这样子做以待地啊 这至少有一种一些 也是要类似 算是说要给全世界知道 我们就是有做这些事情 这样子 嗯 嗯 哦 这样子哦 OK 呃 想想知道一下你的这个呃 小学中学都是在什么学校完成的 呃 我想是在呃 一个很垂直升纳的微星滑销 哦 那你太幸福了 我也是在微星滑销 看你微星还是我微星 哦 呃 你我 你的学校有多少人 多少个学生 哦 我入学的时候大概 我那一 我那一帮 就是我这一带入学的时候 刚好只有五十八个人 五十八个人 那我比你的微星 我的只有十二个人 哦 哈哈哈哈 就因为就是 那时候我们的那间 午校上是 也是 快要 呃 关闭之类的 就OK 那时候是他们有去到我那个 花园那边早生 嗯 我们这一带如果这一带人 没有去到哪边 那么 这个花园就是被人遗忘了 嗯 那后来中学呢 呃 中学我反而是去到呃 当地 算是名校吗 名校 哦 呃 是比较 是比较 是国中还是什么 呃 我们那里只有国中啊 只有国中啊 可惜 你没跑去那个 吉兰丹那边 有一所 独钟吗 呃 那时候他们有来我的学校早晨 不过 我是 我是 呃 没有办法去到 嗯 太远了 哦 对 嗯 然后就去拉曼了 然后就上拉曼了 呃 啊 对对对 嗯 你是学什么 在拉曼 哦 对 我是学生 学什么课 呃 专业 呃 银行 金融 银行 你喜欢银行吗 呃 还好吧 只是 只是因为我 这个对我 我就对这方面 稍微有一点研究 有点研究 嗯 好的 那呃 呃 回到你刚才最早 最早提出来的这个 这个问题是什么 那个田径 他刚才最早提出来是 呃 哦 他提出来 为什么我们需要增强国语 嗯 然后又增强英文的政策 嗯 嗯 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增强 韩国语增强英文呢 有必要吗 呃 有必要是可以比较 但是那个方法可以 呃 比较 没有没有这么 官僚主义 因为呃 我们所那个推行的政策 都真的是 比较像是呃 呃 纯粹 有一些东西出来 然后再呃 加这个加那个 然后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解决了问题 我觉得是他们没有很仔细的去调查 然后就很仔细的去衡量 究竟呃 这样子做会有什么影响 或者这样子做呃 所打脸的那个结果又是怎样 ok 你在你在拉曼大学多久了 呃 两年了 两年了啊 ok呃 拉曼大学 你跟你的同学老师之间啊 就是平常都用什么语言来沟通 那一般上呃 我都是用英文跟呃 我的老师或者是讲师沟通啊 嗯 同学呢 嗯 嗯 同学呃 基本上 出谓他是 像这样人吧 不然 基本上都是中文或者是广东话 哦 哪个比较舒服 我一开始我如果要我跟他们说英文会比较不舒服 是过了一段时间说英文 我就觉得哎 其实都还好 都不会怎样 是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因为有些人会 有些人就不愿意 有些人会觉得 嗯 如果要我跟一个呃 华人学生讲英文 就华人同学讲英文 就觉得很乖 很乖 啊 他们觉得很乖 但是 那么老师都不会讲中文是吗 呃 其实我 其实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的讲师 几乎大部分都是受中文教育 哦 那他们为什么不讲中文 啊 其实就是算是鼓励学生去去 尽量去讲英文吧 就是这样的 他们也不是不讲中文 大概是 如果你私底下去找他们 他们也是会呃 可以用中文跟你沟通 嗯 嗯 用马来文吗 用马来文 你是用马来文吗 对 在优大的时候 呃 马来文是 我们只有在上那个摩托 或者是本来像马来圈的时候 才才有使用到啊 嗯 为什么要用马来文去上那个课呢 哦 哦 这点就是啊 问我们的证书 哈哈 嗯 因为我又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是马来文 因为其他的实力大学 都是用 英文去收啊 收啊 收科法关于这个摩托 嗯 嗯 嗯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了 OK啊 拜拜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啊 嗯 嗯 呃 这这就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一个状态啊 这学生啊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学校学习的一个状态啊 啊 你你啊 你们都是私立啊 咱们这里面没有没有公立学校的啊 公立学校呢 呃 它它是一半马来文一半英文的这种概念啊 上学 私立基本上都是英文 啊英文 拉曼特别特别跟你们学校不一样 你们学校基本上是一个英文的环境 对吧 英文为主的环境 拉曼大学呢 基本上是个中文为主的环境啊 因为它95%以上的学生都是华裔啊 剩下4.99%的呢 是这个呃 英语啊 剩下0.000几的呢 是马来人啊 还是这个半啊 半桶子的马来人 哈哈 没有我 如果我们每次谈这个语文 就要想想想年龄或证明 在广泛的服务业里 尤其是机药服务 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语文 是个大灾难 比如说有人病的 他只能说华语 或者是淡米耳语 而医药人员却只懂国语和英语 怎么办 但是我今天想要问 当你去中央医院的时候 你看所谓这些 见习医生 他所用的语文沟通 难道他会可以说的 一口很流利的马来文 跟你来沟通吗 还是他 还是选择会用英语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企业界里面 很多的人就是认为他在沟通的环境里面 还是以你为主 这个是我太太很典型 他就是这样讲 不是讲说 除非你有打算去做公务员的时候 你才需要说 说了一口的流利的 国语 你才能够在那个公务员里面的领域上立足 但是我们又有一个所谓的偏差的政策里面 让李华裔 灰穆斯林 你要当上这个公务员的时候的职位 很高的职位 是很大的障碍 有很多人不想去当公务员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 国语对我们的 只要说 我学到基本的沟通的那一个东西 已经是达到我所要的 我不需要很惊 很惊到那一个附位 所以还是很多人 我从他们的谈论中 始终还是给我感觉到 他认为的市场是 给他选主要的语文 他肯定你们还是选择英文 为主要的一个 一个他们认为 需要把它加强化的 人就是很自私了 如果你今天讲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自私没关系 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所以你看 他只是觉得 我的认知 我的认知是我 这个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特别是我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只要把英文学好了 把中文学好了 我就够了 我不需要再学其他的语言了 这就是我的认知 对 但有的人的认知 他不是这样子 有的人的认知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马来文很重要 因为呢 我可以跟很多的马来人来沟通 而且在很多的这个公共领域里面 我可以做沟通 甚至在政治 政治环境里面 我可以做沟通 对吧 这是另外一部分人的这个认知 所以今天我们所来来交点说 我们并没有说 每每个人的认知就一定是对的 哪个人的认知就一定是不对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做一个这个交流 可以做一个一个这样子的讨论 有些人觉得说政府一直在逼迫着 压迫着这个华裔族群来学马来文 要把华裔族群就是说 就是贯穿到就是只能会马来文 这个华文干脆就忘掉 干脆就不会就算了 其实我觉得很可笑 这样的想法是很可笑 因为我觉得第一来讲中文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 你任何一个国家多一门语言来讲都是好事 都不是坏事 我相信政府也绝对没有没有说 不要要消灭的华文 只要用马来文就可以了 这是其一 其二对于马来人来讲的话 他已经很满足现状了 什么满足现状 就是说华人你要学马来文 你只要你认为你这个程度够了 那你就够了吧 无所谓 你愿意多学一点 我更高兴 你不愿意多学 你认为OK 那你就OK吧 那无所谓 而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国家实际上主流的语言 还是马来语 对吗 你愿意把自己边缘化 那是你的事 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很多这个董教总的人 以为说马来人非常在乎 你这个马来文讲的不好 他不在乎 你讲不好他知道 你本来阿佩阿勒都是这种的 都是讲不好的 出门都是穿短裤的 都不会穿的很整洁的 就是讲话也是大大声的 这一种 其实有这个open house的时候 都是带着袋子去的 就往袋子里面装 装走了就带回去的 吃完了再带走的这一种 他印象就是这样子的 他无所谓 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上 就有这么一部分人 而且这部分人不是一个大的群体 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这个群体 同样的道理 也是在可能在马来社会里面 他们认为学自己的母语 是重要 是要自己去买些些 但是他们也看到 比较说在这个城市中的 马来族群里面 他也会认为 英文是他们主要的 应该要学戏的这个 这个因为他也把它去强调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 物统的所谓 你看凯利这些人都是受英校 但是不要否认的一点是 凯利的马来文也非常的棒 也非常的强 OK再讲这个谁 努里萨 努里萨的英文也是很不错 对 但是马来文仍然很棒 美中不足的是这两位呢 都不会华语 如果是会华语的话 那就如虎添翼了 对不对 这样我不能 我又不这样认为 也不需要说他肯定要会华语 他只要懂了 我说美中不足 美中不足 对 因为我们也不要去刻意说 每一个人要懂的 在一个三大民族的国土下面 我们就是要他人去学这个东西 我们认为是他 如果他总的掌控英文 我们至少有这个英文跟他沟通 连马来人 我相信马来话语 很多人也是可以直接跟他沟通到的 至少还有一个 选择性的一个英文 就好像你看破金报有讲说 共同语文是必要的 但是现实就是国语 作为共同语言是失败的 因为政府几十年来 推行的教育政策不止无法 让非物语对国语有认同感 连马来人自己也把自己的语文变成若加 正式场合选择用英语多过国语 整个大黄金根本没有让国语成为主流的空间 英语本身占有的蛮大的空间 如果不做出奇舍或者调整 又如何让每个民族对某个语言产生认同感呢 因为我认同他这样的一种的表达东西 其实你看如果我们在城市 这个巴申谷这一带 你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你有马来人在办公室里面做工作 他们用的语言就是可能 就是也是英文掺杂的是马来文的 显示出你自己也是一种 是这样的一种的沟通 只要大家沟通了明白 要表达的东西 我认为已经是足够了的 所以 其实不足够 阿龙 还要可以加强 不足够 因为你所谈的沟通 还是欧德一个拿西人马的沟通 欧德一个罗基加奈的沟通 平面只可以此刻大到 但实际上 稍微深层似一脸的沟通是没有的 如果有的话呢 今天就不会出现 华人就只在华人的圈子里面 马来人就只在马来人的圈子里面了 所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相对共同的语言 今天什么人能够比较沟通的 老实讲 我们在城市里面会看到 就是说 英语社群的人 他相对比较 没有这个族群的界限 不太有族群的界限 比如说你今天你在 曼萨这个地带 你今天在这个南曼萨大这个地带 你看他们以英语为媒介 主要媒介的 他是沟通的时候 他没有看你的肤色 你的种族 或者是你的族群的 他基本上都是沟通 非常非常的顺畅 想谈深层次的也可以 想谈家庭的事物也可以 想谈国家的大事也可以 对不对 但今天你要看多少个华人 跟一个马来人坐在那边 在谈的是跟国家有关的事情呢 没有 不会 只有那些讲英文的人 他们可以 但今天我们同样也回到一个 一个瓶颈里面 所谓的瓶颈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有三个语言 对吧 政府强调的 当然因为我们国语是马来语 对吧 但很多人的认知认为 其实英语是最好能够 能够让各民族沟通的一个语言 所以有人讲我的看法也是 我觉得李光耀是有先见之明的 他把他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 以英语为主要的一个沟通 没共同语言的这个国家了 当时很多华人就是说李光耀是叛徒 对吧 李光耀是这个出卖华教的这个 这个狗 对吧 我们反正狗太多了 你要听邱光耀的话 这一篇里面有 一半的篇幅都是讲狗的 所以你看啊 就是现实情况是这样子的 在马来西亚呢 毕竟马来西亚里面 马来人有一大部分 还是在乡村 或者是城乡结合的部位 而这一部分马来人 他们的英文是比较弱的 是比较差的 他们主要还是要靠马来文来沟通的 对吧 但是在在很多地方里面的华裔 也是同样的 他们的英文和马来文 同时都是很差的 他们最主要的语言还是靠华文来沟通 要么就广东话 地方话来沟通 所以这两大块的人是没有沟通的 包括泰米尔人也是一样的 这有一些泰米尔人 他也是不能讲 普通的英文和普通的国语的 他只能讲泰米尔的 那所以这些 这些单独的沟通 有人说这个是多元主义 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美 因为我们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 这是太美了 但是美中不足的呢 是相互之间呢 就是基根鸭相互不沟通 这是美中不足的 但政治人物呢 也很喜欢这样子 为什么呢 就是华人 你有华人自己的烟通 马来人你有马来人自己的烟通 你们相互不往来 相互不往来呢 这五十年呢 他做的舒舒服服 那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 那你找你的头 你找这个巫统 你有什么问题 你找你的上面 你找马化工会去解决 要么就找桑米尔维路 去解决这些问题 最终呢 最终你就还要把票去投给他们 那那么他们就可以勇去 就是维护维持这个国阵的这种 这种统治 但今天马来马来社会的情况 发生变化了 什么变化呢 因为在马来人的烟通里面 马来人觉得 呃 这个 我们被骗了 我们被骗了 为什么被骗了呢 因为呃 就像呃 你呢 你你刚才说的 就是呃 那个朋友呃 自雄说的 就是说 不是还让他偶然看到了 就是给马来人灌输的 就是华人都是这个爱钱的啊 然后他们就剥夺我们的资源 抢走了我们的权力 抢走了我们的位置 如何如何的 今天马来人才发现 其实不是 华人并没有动我们的脸浪 是我们自己的人 动了我们自己的脸浪啊 所以呢 他就觉得就说 ok今天 是所谓的这个马来特权 马来精英们 就把这些特权全部拿走了 剩下的呢 我们没有 我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今天开始起来去投奔什么 投奔什么 投奔伊斯兰党 投奔公正党 来反反武统 反阿弥诺 这就是阿弥诺自食其果 自己建造的这个这个烟筒 来把自己给给毁在这个烟筒里面 在自己也头 葬身到这个烟筒里面去焚烧 啊这个就是今天 呃308之后还马上就要来到的 第13届大选 我们所要看到的一个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情形 但话也讲回来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教育的这个课题 那教育这个课题呢 我们仍然都是还在这个烟筒里面徘徊 还在烟筒里面徘徊 就讲到 包括这个冰超他也讲的 实际上这个国语是失败的 对 国语的确是失败的 失败的原因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他是没有像印尼政府和泰国政府那样 很强制性的就是你必须去强化你的国语 很强制性的啊 这个是他的失败 如果你再继续挑战的话呢 他或许觉得我真的某一天 我必须这样子强制性的 要把国语推广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那是灾难性的一天 那是灾难性的一天 第二呢就是说就是他他他的失败呢 就是每个人都不尊重他 每个人都不愿意去尊重这个国语 那他也是一个失败的 那这个失败未来朝什么方向走呢 很难讲 有一天 有几个可能性都存在 第一个可能性是马来语消亡了 马来语不在了 对吗 这可能性有 马来人也不讲马来语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始终是一个主要趋势的一个 还有很多一些 你知道吗 过去全世界三万种语言 到今天只剩下三千种语言了 还在继续萎缩 这萎缩掉的那一个是谁 咱们不知道 对吧 咱们怎么说马来语就不可能消失呢 也可能消失 有可能可是还要很久 还要久一点 是在中文前面还是在中文后面消失呢 因为我看到中文是差不多也快要消失了 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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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有可能 全是有可能 四十五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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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会比较难 可能你讲说中文会变难 不如你去讲说机关 可能往东 米南还不会 可能 客家还不会 可能海南话 这种话 可能会面对自己灭盲的那么的一天 你是 你是在短期看 已经看到了 长期看你是没有看到 但我们来讲长期看 你一定会看到有些语言还会继续消亡的 对吗 我认为只要那一个国家的强大 那一个语文 他的国家 他就在世界上就享有一个他的地位 就好像说德文 法文 他们在他们的澳洲 这些所谓的国家 他们可以他自己的立足的这个语文 或者是日文 他们也不去强调 但是你到我讲 他还是可以有他们的立足 其实很多国家 你你在看啊 其实法文的问题啊 德文的问题啊 未来仍然会面对很大的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还还不见得他好像面对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是学习相互之间的语言的 如果没有学习相互之间的语言的话呢 他就会要有消亡的可能性 我举个例子 法国人很多人都会讲英文的 对吧 所以他可以在全世界游动 否则的话 法语更有这个结束的那天更快 法国法语是什么 法语是过去法国在200多种语言里面 其中的一种语言 剩下的今天只剩下了一个法语 剩下其他的200种语言已经消失了 已经不在了 西班牙语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结局 也是一样的结果 对吗 所以今天中国也来到了这个这个时候了 过去我90年代你到福建的时候 福建人是不会讲华语的 你记得就是你生出来的那个年代 福建人是不会讲华语的 知道吗 但是你们会讲华语了 一把差不多100年前的时候 就有人从中国的北方 把华语引进到马来西亚来了 今天你们会讲华语 那么今天刚刚开始福建人开始讲一些华语了 啊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交通通讯的这个便利 很多中国大陆 其他地方的人去到了福建 很多福建人也去到了中国的其他的地方 加上加上通讯互联网等等这些因素 使到这个华语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了 那所以今天全世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那么在马来西亚有那么多的语言 有多少语言 你刚才讲在马来西亚我要不下三四十种语言 那么有缅甸语 有伊朗语 是吧 有有各个国家的语言 全部都有在马来西亚 但是他还是必须有一个主流的语言 那今天在马来西亚最主流的语言是英语和马来语 大家不要忘了啊 不要就是说啊 我我华人就像像你们讲的 说我我认定了最主要的就是就是啊 这个英文和中文啊 我是这么认为 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因为我是在我的烟通里面 所以我在烟通里面所所得到的资讯 全部都是认为这个是最有价值的 但是今天你看在马来西亚是这样的吗 不是在马来西亚两个语言是最强势的 第一就是马来语第二是英文 这两个语言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是最强势的 所以我就说我们不能坐井观天 我们要了解要了解怎么样才能够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生存的话 怎么样才能最适合我们 除非你要移民到中国去啊 那你这个马来语就把它扔到一边去就好了 你完全不用考虑这一块 但是如果你今天还住在马来西亚的话 我想你还是要考虑是不是应该学好国语 是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讲 就语言就不只是沟通了一个小人 他还是主宰在我们的未来 是 对 我们文化深层次的东西 但是我问我问三个 如果你认为一个学了他人的语言可以打破这个桥梁 了解他的文化 还是宗教这一环你打破 我们才能够融入 你更前卫 你比我还要前卫 我早就想打破这个宗教这一块 所以是没有我我昨天我是跟人家去来的时候 我们也在谈这个东西 我就稍微讲 我讲说有时候我的看法我不敢下定论 但是我从而他 我为什么 宗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隔离 可能大家不会融入下去 你看缅甸 我是看越南 我去看那个柬埔寨 去了这回来 好像大家没有宗教的隔离 大家都是 你是缅甸人 我是中国人的时候 我可以很直接的 我会去想到我起缅甸的你孩子做老婆 是因为他都是佛教 我的宗教 这个东西就可以打破下去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马来西亚 如果我今天做一个华人 我可以说了一口的流利的马来文 我很强势 我写的写的很均都好了 但是我没有跟这个所谓了解到 它的内涵的整个群的那个文化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打破这个所谓的通分 我想说没有这个通分 你怎么样来真正的融入 整个怎么样来大一个洗牌 来影响到整个马来西亚 我还认为有很大的障碍 因为大家还是站在自己的宗教里面来谈 我的宗教是最好 你的宗教是什么 你不能够来这种方法 你不能够改变我 这样的一个点的时候 还是有一个隔离的 虽然语言上你可以强调说 我打破这一点 但是这个宗教里面完全 大家都是在自己的防卫下面 所以你认为是个好事吗 我认为也不见得 因为你要有这个 我不能够讲说通分可以解决整个问题 社会的一个问题 至少他可以 就像你看今天我们看新加坡 来做一个例子 李光耀可以选择叛徒 他选择放弃的一个华文教育 我认为他是对的 当时他要得到马来社会的认同 就是我连我自己的母语 我都要放弃 显为一个很多三大民族都会认同的 就是这个英语 所以你看马来社会 我据我所知道 马来社会也不喜欢新加坡的马来人 他认为新加坡的马来人也是叛徒嘛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你认为华人社会的艳童下 你看李光耀是他叛徒 但是在马来社会的马来人看 新加坡的马来人 他也认为他是叛徒 因为他可以出门他自己的人 但是新加坡的马来社会 为什么还沾沾自己 可以生活在这样同一个政府底下 但是他的千千也是不是 马来人还是马来人的生活 印度人还是印度人 华人还是印度人 因为通分这个观念还没有打破吗 他不会像印尼国家 或者是菲律宾 或者是像泰国 或者是像柬埔寨 在这一个东西有共同的宗教 大家可以相互的来去 去破了这一个东西 这一个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始终还是认为 宗教还是人的一种隔离的强势 来了比以文来更加大 可能我普遍上 我跟你基本上的沟通 已经是算足够了 这个是我自己 昨天我们也是在谈这个问题 我也是很直接的 你要打破这种观念 就是我要起马来人做老婆 就是慢慢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会形成那一股 阿龙你的问题在于什么 你这问题就是说 往前走的话 你每一个都设置一个前提 就说你必须怎么怎么样了 我才能够怎么怎么样 你必须怎么怎么样了 我才能够怎么怎么样 你是设置了很多这种前提 我觉得 我觉得你要达到那一步的话 你现在先走出你脚下的那一步 对吧 你先走出你在这个语言上 文化上更加的这个融洽 有更高的沟通的这种层次 然后我们才能够来谈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如果华人社会 还维持现今这样子的状态的话 有几个人能够跑去国会 去当议员去来讨论国家的大事吗 没有 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因为在国会里面是用马来语的 有人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华语 弄成是这个官方语言呢 如果是华语是官方语言 不是更好了吗 那我就想想问回来 那如果华语也是官方语言 这个马来语也是官方语言 泰米尔语也是官方语言 而且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 没有谁比谁更更就是高一等的话 OK 那么我们国会怎么开会 那135我们用马来文246 我们用华文 礼拜六礼拜天开会 我们再用泰米尔文 因为他们只有10%不到的人口 可以吗 你们想象一下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有些事 有些东西呢 它也存在它的这种可行性的问题 对吗 其实我们不是说 哪个语言就是比哪一个语言 来的更加这个豪华 奢侈 或者是更加丰富 或者是更加有文化 其实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判断 这种判断是愚蠢的 那我们只是说 呃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平台 啊这个平台是重要的 另外你从它的语言背景 文化背景来讲 其实马来文也不是一个没有内涵的这个语言 也不是一个没有内涵的文化啊 你要问一下这个来到马来西亚最早的就是 行动党的这个呃 假动国会议员陈生尧博士 他就可以给你告诉你 马来语在整个区域里面的这个影响力 整个区域里面的这个文化所在价值所在 对吗 那同样的中文也有它的这个悠久的历史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的政治 其后就是我们的政府里面有在搞好这个马来语吗 就是像如果我们今天谈这一个课题的时候 它的弊端存在的就是一直在变 就好像早期你看自己在啊统一的用英文教书理科里面 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政策来去引导 如果来加强就好像你看我们在谈啊 当我那一个年代进国中学校最多的时候 是滑肚中往下拨的 就是它的比例是它不会两边一起 一起都是高峰很多学生去往那边 你看反而近期的时候是独中生的招生 学生很多的把孩子送去独中 反而国中生在国中这一方面就往下跌 但是政府可不可以把你自己原有的教育 你去搞好它 而不是每天在斟酌做或者在质疑做 想要有一个目的的来干预整个华教的一个发展 只要你把这个国中的学府里面办好来 极力整个数字提升上进 我相信很多父母亲都是很愿意的把孩子送去国中去求学的 这一点是我们要强的 而不是今天 但是今天你让我们看到的时候 这个国中很烂 数字没有 只不过是偶尔在一种比较基隆波士气上面的那种名校 才享有罢了的时候 你毛毛烂的你把孩子丢去这种所谓的国中 你又怕担忧 尤其是个年龄是在初中的阶段的时候 是最容易邪坏的 大家都是双亲父母亲 如果一看不好他孩子邪坏了 又是种下后面的果 所以要去负担起这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讲说 马来西亚政府到底看到这一点问题吗 你好好去办你的 沿有这个教育的平台已经足够了 所以讲到回来 英文教书理科其实也只有两种声音 到了最后你看 谁是白老鼠 我们的下一代 尤其我们这一个年轻人 在3M制度的教育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改变 没有一套完整的 真正的去让我们实行到10年才20年 看到他的成功还是失败 实行了几年就是要换那个制度 从SRB换去BMR BMR到底换这些制度 谁在经历过这些的东西 不10多20年不同的年龄层出来的时候 都经历过这种教育的修改的政策上 成为白老鼠 但是你如果真正的以往 你认为国中这个交易是很好的 你往加强在那方面 培训出来 我相信马来西亚的政府 是绝对有这个能力来的 把这个国中搞好来 或者是你国中 川舍签 现在的交易是说 可以读华文科目 你在那边加强的 我相信到我们这一代 你一定是会免费的交易 为什么我不去享有 是不是 今天在新中日报 政经前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这篇文章叫做 《华小不是孤岛》 他这里面讲到 他说 如果有一天更多懂得华文的马来教师到华小任职 担任课外活动主任 下午班主任 甚至是副校长 校长 那会是一件好事呢 还是一件坏事呢 哎 这个问题也问回两位这个大学生 你们怎么看呢 可以再重复一下 再重复一下啊 郑丁贤他这样写 他说 如果有一天更多懂得华文的马来老师 马来老师懂得华文的 到华小任职 担任课外活动主任 下午班主任 甚至是副校长 校长 那会是好事 还是坏事呢 我觉得主要 如果是主导 像是校长 副校长 这些只要 他是给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觉得下面那些什么 其他的老师 我觉得是可以给任何种族 因为主要还是教学能力 比较 你的意思是说 校长副校长不能给马来人 剩下的就是可以给马来人 还是不能以种族来决定 还是要以他们的 你还直接回答 你不要犹豫 你好像 讲讲话的时候有些犹豫 你说 可以还是不可以 我是在中间立场 因为在我在国中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 我们的校长是一个很开放的老师 他们允许我们华人自己在搞活动 或者他让我们有一个华文班 这样子 就是我也知道 在马来西亚有一些学校是 他们是反对的 就是他们极力去排斥我们 这华文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 在下面的人是不重要 最重要是在上面那些 但是上面校长副校长 可不可以是马来人 可以 可以 还是可以了 只不过还是有点担忧了 是这样子 这个田俊 你的看法又怎么样呢 其实校长 副校长 也是看政府的政策 怎样走 就他们也是看政府的脸色 现在我们讲那个拨款的事件就行了 就国民兴中学的话 他们被拨款的话 我们必须支付三分之一的那些学校的费用 政府只支付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是由那个学校本身自己支付的 就看这一点的话 那校长 校长 本身如果是 华语 就说有资格 就说 有资格去担任的话 这个中任 那我就觉得 无论是印度人 华人 马人都可以 只要他不限制我们 我们每个族群的自由的发展的机会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要讲的东西是可以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今天是大家 是开放的 没有把这个种族 连你国小里面只要有华裔 他能够掌握很好的马来文 你也可以委派他去到 国小里面当校长副校长 这种所谓的高 高智位的行政的职位的时候 我相信这种东西就是完全可以打破 当你给人家没有一个书记 显示是非穆斯林可以在国小里面 当这种高智位的时候 而偏偏你在华小里面 可以让这些所谓的马来人懂得掌握华语的时候 所以在一些这些所谓老一辈子 这种尸骨不花的思想里面 他认为这种是一个危机 这个是很典型的 这个就是他们所担忧的 因为你看不到你放下 但是你又想要撑犯我的这一个地盘上 但是你的地盘又不让允许我们这些 懂得掌控 讲得很精通的马来语 去做你的高职位的时候 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 也同样的道理今天 我曾经跟某个董事长来讲 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们看到很多马来人把孩子送去华小 我认为这个是好现象 当我在谈论上 因为这个好现象 他主要来写我们的华语 我不知道你们怎样看 是不是好的现象 他反而跟我讲不好的现象 他就很排斥 他讲说我们首先没有不够职位 还要让他这些人来抢我们的位置 来去读 你从长眼来想一下 有没有看到 当这些马来人来学华语的时候 以后的公务员 原本他需要掌控华语的 来做翻译的时候 是由华人来当的时候 这些马来人 他懂得掌控华语 掌控得到自己的马来文的时候 跟英文的时候 你说公务员 绝对的优先权是选谁 选马来人 分成我们 华人会更加被变远化 当他跟我这样说的时候 听起来有道理嘛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们要有一种 公民社会我们要延迟到 只要说领导层 没有所谓这种偏差的政策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放下自己的身份 回到原点 到底是我们以 从上而下 比较来的好 还是下达 去到上面 应该是领导人的心态 是怎么样来开放这个政策 所以他们的担忧 也是不是绝对的错 或者是绝对的 不可以去 去有些思考的 也是他们看到的一种的前景 可能会比较自私 阿龙就做了一个铺垫 我再接着读这个文章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董总熟理主席周寿瀚 显得很担心 这件事情 他的消息来源告诉他 说教育部 已经培训了 训练了很多懂得华文的马来教师 准备派往华小指教 未来十年华小会有更多的马来教师 而随着很多华裔教师 不愿意升职 因此这些马来教师 会出任华小的高职 他说 这个周寿瀚说 这是华社的一个隐忧 就为什么一定要设定说 我们培育了马来人 就为什么一定要指明说 马来人教华文这个概念 那你不可以说 我们培育了一批一百人 有资格去教华文的老师吗 为什么一定要标明马来人 嗯 我们国家都习惯标明 华人是华人 为什么一定要标明 马来人是马来人 搞不懂 只要数字管制的好 不管是 其实 不管是什么种族 因为 因为华校就是给华人的嘛 对吧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不学国语 我们不是不学 嗯 我们小学也有上国语 有上马来语 有上英文 中学是上国语 马来语 大学也是有 只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 嗯 华社就会这个现象说 一直把孩子往外国送 嗯 如果要把孩子往外国送 他就必须学英文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我们华社真的很想得到那些JPA JPA JPA 或者Metrics Metrics 那些 嗯 那些名额 嗯 但是名额有限 嗯 全部名额都是优先给马来人去了 你怎么知道 啊 你怎么知道是这样 因为他们有那个 百分百分率的 你你知道这个JPA 给出这个奖学金的给出方式是什么吗 呃 曾经这个首相署部长呢 是公布了 嗯 然后公布了之后呢 就狠狠的打了这个魏家强一个嘴巴啊 这是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公布他告诉你他怎么分配的这个JPA 多少个percent是按照这个成绩来给的啊 多少个percent是按照这个族族的比例来给的 多少个percent是按照这个这个有需要的就是贫穷的这个东西来给的 这个东西公布了之后马化工会一个屁都放不出来 所以所以这个东西我我还是告诉你你的资讯如果是从这个这个主流媒体来的时候呢 你要千万千万要小心一下 这为什么还是要跟着那个族群去分配呢 有啊 他他有一部分 为什么 他有部分 他有二二十个percent 是故打制的 为什么还需要 他需要 如果你说要打破这些打破这些我们交流那些那些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一起同一个语言 嗯 同一个 我想问回你 我想问回你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种这种啊 这种平衡的话啊 假设 为什么 为什么需要这个平衡 对 我假设 为什么需要这个平衡 假设 你你是不是认为是华裔就是比较行 比较能 比较就是说成绩比较好 所以他们没有被送到这个大学里面去 对吗 假设我们我们奖学金的制度是完完全全是为了成绩好的人呢 还是我们要要考虑多重方面的因素呢 比如说这个你成绩好对吗 但是你家庭很有钱 我需不是要给你奖学金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要问的 第二个问题 如果所有的名额全是给华裔拿了 那么马来人或者是印度人 或者是土著啊 他都没有机会去到大学的话 我们要不要给他设定一个故打 就是允许他去到大学去呢 给他进到大学去的门槛 其实这不是种族问题 你说你刚才说的 这是种族 你刚才标明说华裔 华裔如果全部名额被华裔拿 那其实不是华人的问题 那是什么 那是那是学习学习学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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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方面那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 那你就你就应该针对那问题去说 呃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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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呃 把那些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学生 就不管他是华语音 因为不不不一定是每个华人都学习成绩都很棒的 嗯 也有钱也有些比麻人更烂的 嗯 那你要针对是不是针对那个种族问题去探讨去分配 嗯 而是种族分罪说你的 OK 比如说你的这个这个学习程度是很低很烂的 嗯 那我们怎么去培养你 嗯 怎么去栽培你 嗯 让你学习学习的那个程度有进展 嗯 那到为什么为什么你你既然学习好你就自己去上大学一班 那我这个奖学金我未必非要给你啊 对吗 我为什么非要给你呢奖学金 我为什么不能给那些更需要奖学金的人呢 因为他他更需要进入大学 不是每个华人都很富裕的 嗯 对我也知道不是每个华人都很富裕 不是每个马来人也很富裕啊 对吗 对啊 所以所以所以假如假如你比他富裕的话 我能不能给去那个不够你富裕的人呢 这里就按照分配说富裕不富裕的人去去去去 所以他有一个他有一个 那为什么还要不打字 对啊 他有一个GATIC率是这样的 他有百分之几十是按照富裕 还是不富裕的人 我是说 他有一个小小的 他有一个部分 大概也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是绝对按照成绩的 那是最顶尖的那一部分人 他是能拿到奖学金的 第二部分呢 就是按照族群的这个比例的 比如说特别关照的是沙巴沙拉月的这个土著 那这一部分人呢 只要他达到了一个这个这个成绩的标准的话呢 他就有机会得到这个奖学金进到大学 除非他完全达不到 完全没有这个成绩 他没有这个机会 他达到了 他就有这个机会 这是这一部分人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 是其实我讲的 他都达到了这个成绩 但是呢 呃 那一部分是有钱的 那一部分是没有钱的 那我们这奖学金呢 就就倾斜到那个家庭比较贫困的这一部分人 我觉得很合理啊 这不合理 这个是治标不治本 怎么叫治标不治本呢 我都说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奖学金一定要去到这个成绩最好的那一部分人身上 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成绩好 也要也要辅助那些贫穷 他并不代表说你要顾打字 不他就是顾打字才能够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 他不顾打字他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 对吗 我举个例子来讲 在中国他也是说 呃 你是这个少数民族的人啊 你是这个 呃 穆斯林啊 你是新疆人啊 对吧 你的分数呢能够比其他的分数呢来的低一点呢 别说别人要五百七十分才能走进这个这个大学 你呢五百四十分呢 你就能够走进这个大学了 他也有这种孤打字啊 他也有这种优惠啊 那你说呃这种优惠就不该给吗 为什么他这个这个维吾尔族人你就给他五百四十分就能进了 我汉族人就五百七十分才能够进呢 对吧 所以所以你我们我们看到什么假如啊 咱们假如的天下有一天啊 真的华人成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这个一共两千个这个奖学金 我一千九百九十八个我给了华人 你剩下两个一个给了马来人一个给了印度人 你觉得OK吗 那你为什么假设前提就说华人的成绩会比马来人好 不他他不是假设成前提这是个现实情况 这是个现实情况 那就要归根究底 就是说那个教育政策那个可能是他们的教育方式 填压式方式失败了 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 我举个例子他可能起点就不一样啊 可能华人的起点就比较高 这是有可能的 我举个例子啊 过去这个呃什么呃 华人的那个黄奇初他就曾经讲过这个事情 独立前独立前华人的学校办到了南洋大学有没有 小学中学办到了南洋大学 马来人的学校只办到了这个呃高小 连中学都没有 那那这个马来亚大学里面只有百分之五是马来人 剩下百分之九十五都不是马来人 这个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 这个就是独立前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的状况 知道吗 今天呢 今天所有的国立大学里面多数人多到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这个人都是马来人 你讲今天难道是因为马来人的成绩比华人的成绩好了吗 没有 在这独立来的这个五十五十多年里面 马来人现在也开始上中学了 也开始上大学了 也开始读博士了 五十五年前这个事情是没有的 没有发生的 只发生在华人身上了 所以你想想看 今天马来人他会不感激这五十五年来的变化吗 他会感激这五十五年来的变化 那你今天我们华人就要就要就是对这五十五年来的变化感到愤怒吗 因为过去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五都在大学里面 那今天我们只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五的人能够走进大学 我们要愤怒吗 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每个每个公民每一个马来西亚的公民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论你是哪个烟囱的不论你是这个在整个华社的烟囱里面 还是在马来人马来社会的烟囱里面 你都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好像有一个听众 他问了 但是提高自己的一个的学府的时候就认为沾沾之喜 所以我认为就好像破金 超也有讲讲协心和助协心是两回事 混为一谈本身就犯的大前提的错 帮助弱势的族行是必要的 但是实际上拿捏的不好就是种族主义的 我认同的 因为你就看在别人的眼里 因为是就好像我今天要来讲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就好像中国 他是帮助的是少数民族 反而马来西亚应该我们作为这个少数民族 如果是英语的讲到这个所谓的奖学金 所以他是更加大的受害者 反而我们华人至少还可以分了一锅根 但是还是不支不支柱的 人还是不足够的 他你给到他三十八 固打至所谓的三十八千 马来人如果像早期六十八千 三十八千 跟英语跟其他种族的十八千来讲 他的三十八千还是不足够的 他认为可能我要达到更加高 或者是一视同仁的 这所谓的这个公平怎么样达到 怎么样发放下去 到了某一个阶段 你给到他四十八千 你给到五十八千 他还是不会支柱的 这个就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所以当我们谈教育课题的时候 我认为还是整个政治太过霸道 就好像你刚才讲的政经型所写的那篇文章 你说周苏翰所谓这样的一种的人的忧天 不存在 不看到那个前景 有万必前难的是错 他所担忧的东西是会 真的是划脚被辨制 当你那个什么明朝 那个什么什么 所谁打开城门的时候 让清兵入城的时候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的感觉 吴三桂打开清门 为了成言言这样的东西 同样的道理 他们就会担忧 所以有时当我们在谈教育的时候 你跟这些所谓的老一辈子 你有个人的看法 你呈现出来 你说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在一个餐集 或者是在一个会议上里面的时候 他们会说出一大堆理由的时候 帮你洗洗一下 你听听一下 也有他们的担忧 也有他们的道理 也不是我们想象中 看得这么样简单 想说我们这样执行 就可以打破这个阶级 也已经是 让这些所谓的东种 已经炸了那一个根 渗透到那个地理下的 你要把它 不是这样截然的 我实际上还是要强调 错过那一个时期了的 马来西亚政府 错过那一个时期 来把这个东西来同化了的 唯一能够做的是 让他们自由的去发飞 由市场去来 如果马来民族群大 或者是你把那个乙文办的好 我相信总有一天 华文教育是会变灭盲的 会被自己 华人社会理念自己去抢灭的 因为市场是 不会两个一起在一个国土上 里面正行 我不太认为这个 华文教育会灭亡 这两个我不 不是灭亡 他没有那个市场 他会市场他会低落 他会低落一个低落的东西 他不会强调 华文教育这个市场 会在某一个程度上 会稳定在那个地方 在某一个程度 在某一个点上 会稳定在那个地方 我未必 如果今天我们有律师所 我们坚持律师所的督钟 如果你国中你办的好 我们这一代的 70年代 80年代的孩子 都把孩子 未来的孩子 都是丢去国中了 我相信六十所 可能会面对到 剩下三十所 比较精英 比较出名的城市的 度中的存在 他可能会有一些被 精英不够 没有自焉的来源的时候 他会面对倒地的 那那个时候政府就要伸出援手来 就给他一个固打制来保护他 所以 如果说 就要给他一个固打制来保护他 就是给他拨点钱 送点人去到那边去 所以我就讲 为什么政府是这样 移除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如果关丹药 如果释迦莫药 你就让他办嘛 到底是不是度中越多 是业好的形势 还是他肯定会面 其实这不是政府的蠢 这是董总的蠢 为什么董总的蠢 其实今天办一个学校是很简单的事 很简单的事 这国际学校 你什么样的sleeper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因为没有读中那个category 所以你要一样东西 你非常奇怪的 对吗 其实我们在这个教育部的栏目里面 已经没有读中的这个category了 OK 那你今天你要办一所学校 什么学校 你要办一所中学 教中文的对不对 你就办国际学校 今天任何人都可以上国际学校 这国际学校百分之百的公民 你都可以上国际学校 那个sleeper 你想怎么定 你就怎么定 你跟国政府的sleeper 完全不相干 对吧 你今天又要跟 又要 办成一个政府的 有有关联的这个学校 然后又要用你的这个sleeper 又要全部按照你 不是自食其果吗 对不对 你今天你本来很简单 你都是要要办一所学校 你这是自己出钱的 你自己去办就好了 没人去管你 你偏偏要政府这样 那样 结果是出来一个是什么 出来一个是私立国中 私立国中 但是如果你 我们讲回独中的时候 还是要看回历史 也就是说整个教育 真正的 因为他是在没有都立之前 已经是属于民办的学校了 也是打印所谓去自助 今天也是民办学校 今天国际学校还是民办学校 因为他不是被受被 那个身份的被不受承认 所以他们是一直在执着 在这一点的角力不分 就是不能够放下身份 如果今天我讲说 我把这个独中成为一个国际学校 他就是把自己的母女当成 是一个外来语言 我们讲的外来的一个学府 本来就是外来语言 本来是外来 但是还没有在独立之前的 大家有一个共识里面 就是讲说 可以让你这个东西来评作 或者是让你去继续的 这样的办下去 政府也是会 但是偏偏的时候 如果我走那一个途径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你难道懂总 会看不到这一点吗 就像你加码所讲的 这是我走这个国际学校的 处境上来去申办 但是他偏偏就是不要身份 谁要放下这个身份 如果今天周周翰或是叶欣欣提议 这么样做的时候 可能会在华人社会里面 你是半途了 因为你自己放下 你自己的自己原有的 为什么当初在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 退步海阔天空 所以有时候就是中国人 讲的这种的词 也是讲的很美妙 但是事情要做出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不能够放下 自己的身份 我也懂吗 放下我的下半身 就是六根清醒 但是我做得到吗 做不到的 是头脑 还是不能够达到 那一个理智 我还是 我想 我还是 认为每个华人 每个华人 必须学华语 必须学好自己的华语 为什么呢 因为 学华语不只是 学华语这么简单 不是说 不是写这么简单 而是里面的每个文字 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道理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 我们 孔子说 人知数性本善 就算半字 六个字 都有一个道理在里面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 华人必须去学的 学了道理 才能用在那个人身上面 才会 才会 才有一番体会 这些 这些精神 你在英文文字里面 你是看不到的 你在马来语 你是看不到的 你在其他的语言 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为什么 我还是坚持说 呃 林言律 他们 这一代的 董总 他们在捍卫这个华语 可能 是 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必须 强调说 每个华人 必须学华语 呃 我不知道 如果可以的话 把它规定到宪法里面 比较好 但是 我 我老师认为 现在华小里面 也没有所谓的这样的精神的老师 来真正的把这个我们华文 所里面的精神里面呈现出来 有 只是为了教育而教育 我打个地方 可能你你会你会说 你会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 呃 据我从小学中学到 呃 甚至大学这个年代 我遇到了很多老师 都是 不只是纯粹在教华语 而是有真正的去跟我们解释这个 每个明记计划的 背后的意思 它的原由 它的由来 然后 然后每个都都都都会细心的去教导我们 所以 并不是每个老师都是因为 呃 因为要教导而教导而已 所以我拿一个比喻 我们在小学时候有写九方格大凯 写大凯 这个教育是很好的一个精神 叫你做人要规规矩矩矩 就是你写一个字眼 你就是要在九方格里面 你要有端正 你不能够做这个字 当我们写意的时候 我们要写在那个九方格的中间 就是一半一半 就是心理法师所讲的一半一半 做人也一半 如果你把那个意写上高一点 你就看那个字眼不好看 你放下来就不好看 他就是端念人 做人的待人处事 跟他的精活的所在 但是问题现在的九方格里面 老师有跟你讲说 你学这个大凯 你写九方格 为了教功课而教罢了的 他不会把你解释出来说 这些所谓的 言有的那种文化的一个精神 或者是叫你做人的道理 已经是复裂到了 只是大家是追着那个成绩 你今天可以考A 我是填牙士 叫你有一种方式 这点是还在华小里面 我们也是要值得去批评的 是少数的 已经是复裂到这一点了 因为太多的那种凡文的 行政的文件要去处理的时候 变成老师也是不能够很细的 在去教你这一方面的东西 所以大家都是现在考的 甚至为了一个成绩 也忽略了在这一方面的发展 对 如果是被忽略的话 并不可以因为就这样放弃 而是要去针对这个问题去改善 好来咱们小帅哥 是 我觉得语言比较是 语言的比较是没有意义 可是回到教育问题 我觉得自独立来我们 国政 我们可以看到国政 能做到已经多少 哪句讲 再投给他 给他多四年 可是 没有人有多少 四年可以浪费 所以我觉得 最简单的思维就是 是时候换一个 主导政策的人了 换一个棒 到最后我要讲 我感觉你们两个有点慢强样 有点很像 你们两个 我跟谁 你跟他 有点像 有点像吗 你慢到发型有点像 眼睛有点像 眼睛有点像 你在一起留一个夫妻 你在一起留一个夫妻 你是像他 是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有幸 跟两位大学生 一起来探讨这个情况 因为这个课题 的确范围非常非常的广 而且的意见呢 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 但是 非常好 有一个这样子的讨论 让我们更加了解 这个年轻人 对这个教育的一些看法 和一些心态 也让年轻人了解 像这个阿龙这样子 老一辈的这个看法 不是老一辈 中年辈 好了 谢谢各位 谢谢你们的意见 拜拜